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晚上可以來到這邊 就是來介紹我們實驗室設計的APP 然後呢,我們的APP名稱叫做Provenate 就是一個LAGUA 然後是計程車、轎車跟共產的社群訂單 那這個LOGO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APP的LOGO 然後這個LOGO就是一個手指頭 就是這個讚 那其實不是讚 它是那個,如果你國外讓大便車的時候 就是HPICTING的時候就這樣 然後就是大便車就是手勢 然後我們當中設計的時候呢 就是 就是上面呢,就是要可以塗顏色 就是可以有各種各種的變化這樣 然後下面有那個車子的就是 輪胎 然後中間是我們學校的校圍 然後右邊是就是IPHU 然後我剛好問一下那個主辦人 他們說這個是今天是第一場 然後我在派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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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四加摩米狗有沒有 對也是我 對也是我 然後還有四個家有沒有 四個家 就可以分的寫 然後就四個家 對,然後還可以用直的寫 所以我覺得這好幸運 我會拿出一個避風筆書 然後寫四個家這樣子 對,然後就是 就是我個人蠻喜歡旅遊的 像我就是這一次 就是2月左右就從台北騎腳踏車騎騎騎騎騎 然後騎到屏東去 然後又從騎那個南圍 然後然後就騎到海東去 就騎了到500公里 然後就是 你就看到有光四家我就很興奮 就是跟他拍個照這樣 然後他翻還有四家限制這樣子 對不對 那 就是我目前呢就是 呃擔任就是 最主要我穿床就是做Android 我會是iPhone7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就是大學系統圖 我還有一些BigData的協業資料分析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一些國際信念 因為就是 我 蠻常在就是 iH4E的PicData主席 然後 呃青年我會在就是 iH4E的PowerCon 也是在國際會議擔任主席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有 差不多二三十個國家還有教授 然後就是 就是組成一部路的這樣 那我個人的擴獎經驗就是 我 呃 今年會的第五屆的經濟部的 國家衝刺一層 然後就是 我的一些 像這樣子 然後 那我的氣轉就是有奇美 然後 紅雞萬劫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專利 就是光在這四年 我就有超過十件的 就是美國專利啊 然後我也發表了很多 但其實不會提前期待 對 那目前呢 就是 指導教授有 就是指導的 博士真有在聯發科 擔任職能工程師 然後有在原資大學教書的 對 然後 那 就是因為我開發揮的系統呢 就是我們實驗室就有很多通號 然後 由於我的 就是在學校教書嘛 那我們就想說 就把寫成電腦出來分享一下 然後就是 去年就有一個很滿意 就是算是在伺服器開發的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 上課的時候 用我們9HA 就是有 去到一個還滿好玩的就是 大家會可以 就是很容易上手 然後 我們就是在那個 就是 在那個 國克海就是排名 電腦書類排名第五這樣 然後我們 最近 最近又上了一本就是 ANGEL的一個專案 指針開發 就是教書 APT服務 就是把 我們的一些經驗 把它寫在上面 那 就是最近查了一下 就是在國際海上面 有第三名 就是 對 那 再來就是說 介紹一下 我們的APP 就是 我們有三大平台 第一大平台就是 iOS 然後還有 ANGEL 跟網頁的平台 那我們目前差不多 累積了 10萬個會員 然後有 那個 1000米的 汽車車司機 然後我們又 就是 創了一個叫做守護者的功能 然後那兩大車 安全感 就是這樣 然後 就是 這種事 四大方 有交際電車的工程 然後 我覺得 就是一個 可以轉去你老天 的功能 那 嗯 至於就是說 那個 我還印象的 那個是 上上禮拜吧 然後 就是 交通 就是高雄的交通 交通局 的一個科長 就問我說 黃老師 他就寫信問我說 黃老師 你上面有一千台計程車 那你怎麼去 省了 確認說 這一千台計程車的 就是怎麼去管理 我就說 不用管理 就是 我們要讓司機 自己做好自己的管理 才是 就是 才是最好的方式 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那怎麼省呢 其實就是 就是請司機上傳 就是 可以看他左上角 就是 右上角 就是請司機上傳 驗證機身 然後還有 車子的照片 然後有 車把號碼 然後還有 他的個人資料 然後我們可以 隨時 就是可以 透過 就是 網路電話 然後跟他做確認 那其實這個 可以做到一個 很好的 一個驗證 就是 用最少人 用我們實驗室的 驗證商 用最少人力 然後 去 去做一個 有效的管理 對 然後 那個 右邊 右邊呢 是我們的 主頁 我們主頁 就是一個很可愛 叫做 QB熊 就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那個任務 就是 QB熊 然後呢 這個QB熊 就是 類似 就是類似 我們系統神獸 然後他會很貼貼 很貼貼 所以目前 就是 系統有什麼樣的功能 然後 那我們系統呢 就是 一進來 因為 可能 使用者不知道怎麼使用 按進來就是 其實他只要按這個按 就是 叫進行車 按下去之後 就會有 就是 就會自動跑出 就是 日期跟時間 然後你 嗯 輸入 上車下車的地點 然後按送出呢 嗯 就可以 按送出 然後 就可以呼叫司機 這樣子 那 就是 嗯 呼叫司機的時候 我們有分這四大類 啊 第一大類就是說 附近司機搶單 附近司機搶單 附近司機搶單的意思就是說 嗯 就是我可以一次出發附近 二三十個司機 然後可以透過 就是司機會過絕這個單子 然後錯話就會開始搶單這樣子 然後 第二個就是 選擇附近司機 那我們現在把我們正開了 我們現在改成就是 短程 然後 附近司機 因為我們 發現我們系統有一個 就是 應該是我們發現 嗯 系統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藉著這個司機 他們會挑戰 他們覺得 短程 譬如說 兩公里以內 他們就不想接 那這是我們目前碰到的最大問題 那我們用了很多方法 用了非常多的方法 然後其中 就是我們還用的就是 就是說 我們就把充電遮起來好了 就不要告訴司機 然後呢 讓他們 就是 讓他們就是 嗯 到達固定地的時候 才知道那個 充電在哪邊 後來我發現 這張不好用 因為很多司機 又 就是 跟他們說 哇 是這樣子沒辦法 做空中排班 其實我們要排班 而且就是 就是會影響到 我們下一個要接客人 就是 因為 可能他們有一些預定 讓他們想想 我想可能會沒有到 那我後來就做了一個叫做 指定司機 就是 搬下去之後 他就可以選擇了 就是 他可以知道說 那個 嗯 就是 最近的司機比他的邏輯 然後 而且那個司機的評價 然後 那他可以唯一指定 那通常如果司機被 一對一指定的話 他都會去思考說 誒 我要搞的錢 然後發現 這張好笑 可以增加那個司機 因為他不唯一被指定 而且他要補給 可以增加司機 要接送利率 對 然後 大概就是說 我們系統還蠻多司機呢 就是有 很好評價 然後你可以 對那些好司機呢 那你下次 想要去 接送他好了 然後你可以去 就可以指定你喜歡的司機這樣 對 那就是說 其實我真的覺得好像出狀態 就是說 有些司機呢 就是 不會經理自己的 就是 就是自己行業 然後就是 應該就是把車子弄很臭 甚至就是 包運不破爛爛的 然後 你可能坐了一次之後 你就會想跑 可是有些司機就很厲害 就是有些司機他可能 就是 就是 應該說 就是經不好的司機 可能一個月差不多賺兩萬 如果認識很厲害的司機呢 一個月可以賺 呃 10萬塊 然後我就很抱歉他們怎麼賺 因為我曾辦一些 就是 計程車司機的一些座談過的 然後我就發現說 第一個就是 其實就是這樣 麻煩出狀態元 就是 第一個是 他們會處理 就是外表到底清不清 所以 就是 他們都會 就是 好的司機呢 就會 maintain好一個很好的 就計程車的外表 然後甚至呢 嗯 甚至就是說 他會 呃 很注意裡面的氣味 因為他覺得就是 乘客裡面有 就是進來的時候 會有 就是 會 摘一氣味 所以我們會 就是在車裡面抽煙 然後 或是 加冰打 然後再來就是說 呃 他會有些事情很厲害 就是 他會在後面放水 然後給那個 給 給乘客 然後 還有就是 甚至 會在那個 車上的皮膩 就是 會 插那個 皮膩 就是 就是進去 你就會覺得 氣味 很不錯 這樣 那 第四個功能 就是 中長程比駕 就是 呃 距離越長的話 那 其實 乘客會 就是 一定要花很多錢 然後 所以呢 就是 他們會希望說 可以先 事先制到價錢 那我們就設計一個 就是讓司機 自己來報價 那 我們 就是 我大家信 有經過實測 就是說 從 台 就是從台北 這樣 從台北 到 就是 桃園 那 差不多就只要 嗯 八百塊 平均 八九百塊 八九百塊 甚至有些司機 他們 可以花到更低的價錢 這樣子 對 然後 那 再來就是說 甚至就是 當你叫完車之後 你就會看到 訂單紀錄 然後還有 我們自己有設計一個 就是 好友守護功能 還有 你可以知道司機的位置 那 這個位置就是 動態的 就是 知道說 譬如說 你點在這邊 然後 就可以知道說 司機 幾分鐘到達 然後在哪個位置 然後 距離多遠這樣 那 那 這功能很有用 因為 像我家住在10樓 然後 我就不喜歡去 投下層司機 然後我就會常常搭去 我的手機APP 然後我就會看 ㄟ 那個 快到了 然後差不多 在附近的時候 我才會下去 然後通常都還蠻準的 那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有設計一個叫做 好友守護的功能 它是 因為我們 系統 可能不只是單純的 轎車 我們想要做一個就是 嗯 搜集了我 所以呢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呢 可以 嗯 加入你的好朋友 然後 那通常就是 這樣 就是說 搭 搭 電車 如果 10個人問過 差不多 5個左右 他們會覺得 女生 他們會覺得說 搭 電車很危險 那 所以呢 就是 嗯 所以就是說 我們就是設計一個要流守護的功能 就是 你只要上電車呢 那你就可以邀請好朋友 然後 看你的位置在哪邊 然後 如果你有什麼 就是 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去 請求 就是 呼叫他 對 那 再來就是 英雄網紅 就是 我們 司機 我們司機 就是上面有司機 然後我們就是 有列出就是 就是 服務很好的司機 然後他們可以在上面經營自己的特權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 就是 那我已經 就是 你想要開健身 代表說 你想要練習 約束 你想要自己做老闆嘛 那我覺得其實 很多事情有 就是 看到自己的 一個 自我管理能力 所以我們就是做英雄網 然後 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 有個陣子很喜歡打電動 然後我發現說 就是 我就是 我的臨機都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 就是 把那個電動上面的階級 然後就控制上來 對 然後 然後 就會發現 很難用 像 我們系統 我們現在有 十幾 就是 我把軍中的階級 就從 二等兵 到 一等兵 然後 到 就是 就是 石關上 然後 哨位 中位 三位 就是 將軍 那我們現在 系統已經有兩個哨位 那 代表是說 他已經 獲得了 200個乘客 就是 一個星的比價 然後 然後 最右邊就是說 你看那個 就是 附近 時機 那 就可以發現 就是 就是 像 我現在 你們如果現在只要 就是拿起 手機 然後 點這個 跟按鈕 你就會發現 附近其實還蠻多司機的 差不多有 二、三十位司機 這樣子 對 接著 別的 碰到 看到司機的 就是 在哪邊啊 那 就是 有城 跟端之後 那我們又有司機的簡單流程 那這個司機的簡單流程 也是我們 Tune了很久 就是 就是 才得到這個畫面 對 因為就是 我們發現 就是司機 他們在 就是 開車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很忙碌 就是 要關注 就是 關注 嗯 專注的 然後呢 所以就是說 他們 所以 我們才來設計好這個畫面 因為他們 反應時間沒有很長 就不能很長 那我們就是 就聊天設計三個按鈕 這 第一個按鈕是什麼呢 就是 上 就是上車的地 就是乘客上 就是 比如說 有在打來的時候 那 你可以 決定說 我要不要載他 或是 嗯 要載 或是不載 那 如果 要載 對不對 那 就是 你要怎麼決定 要不要載他呢 就是 你要透過 就是 上車的地 那 就是說 如果司機站 就是乘客在你附近 好了 要越近的話 就是說 嗯 只有一點氣功也好 那你就會想要去站 然後 如果是 遠的話 就會想要去站 然後我們就是 還有一些 那個可以去用 公共MV做到 那 為什麼會有這個功能 就是因為 很多司機 所以雖然我在附近 可是 我是真的不熟 目前而過啊 那我們就說 好 那我們就把那個 然後功能加上去 那 第二個按鈕就是 下車的地點 就是 當你接上行客之後呢 你就按 這個第二個按鈕 就是 系統 就會 就是 幫你 導航到 就是 目的地 這樣子 那 第三個按鈕呢 嗯 就是 可以計算 起點到終點的 距離 然後可以知道 這個 這個單子 是不是好通的單子 因為 司機上 都很想 就是 司機上 都很想要 去就是在場成的單子 然後就是上去就可以很清楚 知道這個單子到底要不好打 對 那 那 就是 這樣就是說 當司機確定說要在這個乘客 好 那乘客有朋友讓他在之後呢 就是 我們上面就有一些罐頭的簡訊 說 我在路上呢 或是快到 或是在哪邊 然後就可以 傳簡訊給乘客 然後這次就要花錢的 然後甚至可以透過 拍照 各方面 那我們最近 就是這個是 也可以直接打電話 那我們最近呢 就是我們就是要打路那個 就是 私訊電話 就是用匯法VG的技術呢 就是讓司機可以跟乘客免費通話 這樣子 那 我們系統呢 其實其實蠻強調的是 共乘 共乘這塊 因為 所以呢 就是 司機呢 他們可以去刊登 就是 順公車 那順公車的概念 大概來自於說 假設說 如果司機呢 如果是從 像 某個司機 他明天呢 他要從那個 高雄 然後 就是 來 那個 桃園 然後呢 然後他就在上面刊登 我就 我剛好就看到他在上面刊登的一個訊息 然後 訊息 然後呢 然後就跟他說 然後他從高雄到來就說 這個是我順公車 然後我只要五百塊 然後如果你願意的話 就可以 就可以達成這樣子 然後 其實這功能呢 就是 很多司機他們非常認同 因為 最主要是 司機最怕的是空車 就是空車 有一些是回頭車的時候就到空車 然後甚至 雖然台北市呢 有六萬塔 嗯 台北市有六萬塔的計程車 然後呢 那些計程車呢 不是都出在台北市 很多都是 住在 基隆 甚至 宜蘭 然後 或是桃園 然後他們 會來台北市工作 然後 所以他們 像 就是 我們 前幾年司機 有些是住在基隆 然後他們每天都要 到台北市工作 所以呢 他們就希望說 就是 他們就很常用這個 速度公車的功能 那 就是 刊登完之後呢 司機把你就可以看到說 就是 從哪邊到哪邊這樣子 對 然後 乘客的官呢 可以 甚至透過這個速度公車呢 也可以知道說 就是 有哪些司機 然後 我覺得那個司機的 起點跟終點就是 跟你類似好 那你可以發出需求 這樣子 那當然 你可以 就是 不是要 依據司機的起點 中間 你可以自己去 去調整 這樣子 然後 那就是 我各的分享 兩個司機的例子 好 就是 上個月好 就是 我們學校 有工程學員 小時候 他就吹風老師 我要去 基隆吃海鮮 然後說我們六人叫我 都要去吃吃 這樣子 然後 他說 這是可以幫我叫車 然後 我就幫他 就是 叫了 一輛就是 六人坐車子 那你試試看過 他就覺得非常好 那你試試看過 沒有 就是這個功能好 六個人 然後要在路上 然後 要找 就是 就是 要找六人坐車子 其實是非常難的 而且 甚至你還要去 離駕 這個是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透過我們的系統呢 我大概就按下去 一分鐘之內 就有二十台 嗯 計程車 然後 而且還有 八人坐計程車 然後我來報駕 對 然後他就覺得 這真的是很方便 然後 第二個司機 例子就是說 嗯 第二個司機 他就跟我分享說 嗯 他住在了基隆 然後呢 他的子女呢 就是 來 就是 從 從高雄來找 然後呢 他送他回去的時候呢 他就發現 嗯 他就發現說 嗯 這個是 就是他發現說 嗯 他就覺得說 要載他去 就是 去車站 然後 他要回去 然後 嗯 就是 他 就是還蠻花時間的 要花經費 然後就在 速公車 公圈看看 他真的有司機呢 真的是要從台北 就是 到高雄 然後 他就 真的就是 幫他 就是 子女 去預計的 然後 也順利了 到高雄 然後 現在到500塊而已 所以他就 那個司機 他現在變成 我們一個 非常 就是 就是 幫我們一直宣傳 所以 就是這個功能很好用 然後就把這個 輕聲音詞呢 就一直加給 成哥聽 那樣子 變成我們超級推銷 那 我剛剛講說 就是 就是司機要怎麼注冊 因為我們 實驗室的能力 沒有很多嘛 就還蠻少 就是司機就是 輸入他的電話 然後 然後我們會有電話做驗證 然後驗證完之後 他就 輸入他的體驗跟機身 然後還有 還有他的一些個人資訊 然後 送出就可以了 那 在我們的系統呢 就是 這個是司機 他可以看到說 因為剛來的司機 他們 他可以跟一些 比較有經驗的司機 去做學習 然後像這個就是 第一年司機 他是領定 然後他就 載了292個人 然後第二年司機 是 司機 他就載了193個人 這樣子 然後 那 我們每個月 因為有競賽 像 就是我們想要 採用就是 司機介紹司機的方式 然後像第一年司機 又是司機 他介紹了10個 他這個月就介紹10個司機 然後他的團隊的接單量 就接了21個這樣子 然後就是 他電源是旅行司機 然後他的 他介紹3個司機 然後他介紹3個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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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介紹4個這樣 然後就是 我比較強調的是一個 開放式的一個計程車 就是 驕車 讓司機可以 自己做主人 然後先去經營 所以就是說 這邊是 可以點擊的時候 可以看到司機的 就是說 他的電話 還有他的就是 到底手不手持 然後服務狀況 還有車況怎麼樣 然後就是 一道路會想中文英國 就是他旅遊能力 然後 他車牌是多少 然後 第二遍的話 就是 那個 就是每個乘客 可能會給他一些評價 這樣子 那就是 我們去年 就是設計了一個 就是車頂的 然後我們號稱是 全台最大的車頂 因為這台蠻大的 然後 我們就把學校 就是學校 我把它放上去 就是 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車頂燈這樣子 然後 就是 所以 就是 可以看到 這個是 計程車在創成車頂燈之後的 的樣子 然後這個司機 是在台風的司機裡面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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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去年12月就是我 有兩個 俄羅斯教授朋友 他們來台灣 然後就是 就是 就是見到他們用的APP 然後他們就覺得他很好用的 後來就是 就是 然後 然後 就是 然後就是 他蠻深切的 是有 840億個分享 因為 通常一個 新聞的 差不多10個分享 就算很多了 然後 就是 記者也非常驚奇 所以有這麼大的 空評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我剛剛講過說 我們有 聖大平台 IOS 就是網路的 就是 平台 然後我們 就是目前的評價都 接近滿分的評價 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就是 去年的時候 Uber還在 然後 有這種APP 然後就 就輸入叫聲了 發現我們那個 就是在IOS上面 就是 就是 Uber還到前面 這樣子 我就 我就特地把它截圖下來 對 然後 因為我們 強調的是一些 更 不同的服務 像 那個上個禮拜 就是 我們有去那個 反正就是 一個交通部的一個 就是 智囊單位 就是我們有去做些分享 跟他們找我們去做些分享 然後 我們有提到多元繼承生 好 所以說 目前我們叫做 多元繼承生 目前叫做 多元設計的顏色 因為 只是把顏色 建設顏色 把黃色變成不同顏色而已 就比較多元 我覺得 真的多元繼承生 是要 透過LACK 有不同的多元服務 那這樣才叫做真的是 多元繼承生 然後 所以呢 就是 我們希望說 將來呢 可以透過就是 就是 就是APP的設計 可以 把各式各樣不同的多元服務 把它放上去 然後而且 並且要符合法 這樣子 那就是說 其實 我們做的APP 從2014年 就是 上下 然後 蠻多新聞 就是至少超過 20家新聞 都來報導 然後甚至我做專題 報導 像 DPS 又至少報導 三次 這樣子 然後 那有個證明是那個 內部猜測很嚴重 然後 就是 他們就來我們實驗 後面就是我學生 來實驗室採訪門 這樣子 然後還有蘋果就是 幫我也有來 採訪 對 然後 八大新聞 就是 沈松華 祖國也有來 幫我們做一個專題報導 這樣子 讓大家聽一下 來 不過在台灣 雖然是真的一片船 而且它是無法不怕 但是呢 也讓人看到了 共享經濟都會在發展 由一群 對自大學生呢 現在就設置了一款 專門叫建篩車的APP 目前有守護的功能 大船的時候呢 也可以將你的東西 傳給其他老友 就給提供照 一個紅車的天台 讓是客可以共享等待的車子 好 無法教授難題 會有密碼的經濟症狀 在台灣一直爭執不斷 帶有一群歲 各大的學生 同樣開放共享 經濟的優勢 設計千萬 不僅把這本體 有的教程 在計畫 合作對象 還是線上合法 營業等 進程車 先打開 駒駛內的APP 也好上下車的地點之後 會陸續有司機報價 也選進去 某幾個零三號車的 外型照片 還有駕駛的新名 以及原本方式 另外也提供5元 在車種座的選擇 甚至可以參考 程序評分 安全 更多的報警 好吧 就是因為時間關係 就是我們 網路上應該滿多可以找到的 就是 還有衝刺也要來報答 然後 還有很多 have a time 然後反正 至少 二三十家沒力 然後我們超過 四五十 就是四五十幾個相關的報答 這樣子 就一直都有報答 那因為就是 我個人在學校 其實 其實我們做這個系統呢 應該算是 就是這個ID合比 500還要少 就是 差不多在六年前 我就想說 現在手機那麼發達 然後又有GPS 又有 我們是不是可以按幾個按鈕 然後就可以來轎車這樣 然後就可以 車子來接聽 這樣子 那我那時候的想法 就是 可是因為我在學校單位 然後想說 那我們就先 發表論文 然後我就是 全世界第一個提出一個 就是演算法 像說 我自己提名叫做 Countable Service Broker 就是一個一個的算法 然後就是 我也發表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下載 就是 免費下載 這個是 最頂尖的企刊 就是說有 就是 第一個就是智慧 Intelligence Contention System 就是 IQ不會有智慧交通系統 然後 收入我們兩邊 然後還有 WARC System 然後還有就是 反正 就是蠻多頂尖的企刊 然後有 因為我們是全世界第一個 做客演算法設計的 那大家不要把演算法想給他 其實我常上課的時候 就 就是 就舉例子 跟我學生舉例子 說 欸什麼叫演算法 我說演算法就是 處理事情的方法 對 就是 簡單講就是說 像現在台灣大家都說 台灣就是那個 薪水很低 那我們要怎麼跟 我說 你們會練功了 你跟他去上班 然後我們跟老闆 就是爭取薪水的 然後說 根據 你們會為什麼 有個問題 他就是說 那我就說 那我就說 我在這邊就是 幫各位同學 就是整理的 三個 三個方法 三種方法 他第一種方法就是 呃 呃 就是 開門進展法 就是演算法 一開門進展法 就是老闆玩夾心 對不對 然後 然後呢 看看老闆什麼 反應這樣子 對 然後第二種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 呃 以退為進 就是 你為什麼不幹 然後老闆說 欸你為什麼不幹 你為什麼不幹 然後 就說 因為心可太低 那第三種演算法是什麼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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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你的那個 身份證有沒有 然後去那個 故政事務所 然後 呃 然後 就改個 就是 改名字 就是 叫 就是我姓王 就是我姓王 叫黃佳心 然後 欸為什麼你要改名字呢 然後說 欸因為我要佳心 所以第三種方法就是 按次 反正就是說 我們在上面有設計各種各式各種演算法 然後呢 就是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那也可以下載我們 跟我們看一下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幫助生產人士 然後 就是 可以去發出勞進 然後我們有生產蠻多 就是我們有 申請蠻多美國發明專利這樣子 那第一個專利呢 就是 就是 教車跟 共產服務 對 那就是我們 在上面做一個 就是高安全性的一個 教車的一個 服務的專利這樣子 那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我可以運氣就是說 未來的那個 就是 交通服務啊 其實跟 Social Network有很大的關係 對 那為什麼呢 就是說 要有觀察 像我小時候 好的 我小時候 嗯 差不多每天 花三個口在看電視 可是呢 我現在 完全不看電視了 我現在是花三個口在演出上面 對 因為這個 這個現象是很特別 那其實就是說 大陸的用就是 就是 抓住你眼球的時間 是什麼 以前是電視 對 那 以前電視的 就是 以前電視的型態呢 是什麼呢 是很單向的 就是他不管你是誰 他就是播放 像 Breddy 然後都是偶吃好吃好吃 對 可是就是 你會覺得他少什麼東西 可是現在的 就是 就是現在的廣告型態是什麼呢 就是 你的好朋友 然後 在Breddy按讚說好吃 那 你就會想去吃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是 就是 透過公正地上訪 然後第二個是 那個 那個 公正地要讓自己認識好朋友 對 然後你就會 覺得更有說服力 那未來的 就是 我覺得 社交媒體 就是女性電視廣告給我的 你知道 因為他覺得 這個女性電視廣告對來講是沒有用的 對 那 我在想說 就是未來的 就是交通型態也是一樣 就是 我們就是有 就是 做了一些研究 還有一些專利技術在 就是 就是 社交媒體 跟社交媒體 一起做結合 這樣子 那 第三個 我們升級到第三個 就是 自動駕駛的發行系統 就是說 在這邊我要強調的觀念就是說 其實 大家都想要做 就是自動駕駛 可是 在我的觀念來講 我覺得 台灣自動駕駛沒有什麼優勢 因為 所有的自動駕駛呢 譬如說 已經被 就是Mobileye 然後或是 就是 還是說是Tesla 就是 那些人或是Google 他們專利全部都被美國 或是日本 就是歐洲的大廠 他們全部都 就是 都已經布局好了 那 其實我覺得台灣要投入自動駕駛的 那個 就是 應該是說成本能力是很高的 對 那 那我覺得 台灣未來就是 有什麼樣的 優勢呢 台灣未來優勢就是 台灣未來優勢就是說 我覺得當自動駕駛硬體 非常成熟之後 那 接下來就是 在上面呢 會有各式各樣的服務運算 那 我個人非常看好是 工程配對 運算 這一塊 然後所以我就是投入就是 因為 思想發生說 假設說 我舉個我個人很幸好 因為我明天就要去上海演講 然後呢 就是 我 以後所有的資訊呢 其實你都可以 就是在手機按一個按鈕 然後呢 所有的資訊都會傳到名單上面去 就是 就是位置上面 然後呢 就是 就是 系統會很明確跟你講 因為他也把 就是路上交通資訊全部的關係過一次 他會很明確跟你講說 嗯 他會很明確跟你講說 比如說 黃先生那個 呃 九點叫車好 那 車子九點十分來接你 然後 你十點十分 就是就會到機場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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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你一個選擇 就是說 欸他發現附近呢 就是 就是 有人會來接你 就是 應該是 有人也會有上同的目的 然後就是說 你要不要跟別人共產 那你會覺得說 欸 在自動駕駛的情況之下 甚至自動駕駛駛 就是 全部都是電腦在設計 好 你的運用會更高 因為 他可以很明確跟你講說 欸 你哪時候會去到 到那個 到墓地地區 所以呢 呃 所以就是 呃 我們目前有一大塊 就是在做這方面的設計 那我們 今年的計畫是什麼 我們期望說 今年可以有 1萬台計程車加入我們 對 就是 這是我們第一個想法 對 然後 呃 這很難 因為 不過就是 是我們 就是 往這方面努力 因為我記得 我想應該是去年6月的時候 就是 TVBS來採訪 我們那時候 我們有 差不多有 100台計程車加入我們系統 然後今年3月之後 我們系統已經有超過 1100台 計程車的加入這樣 對 然後 然後 就是說 你看成長十倍 然後說 一下 有機會可以 我希望說 明年今天呢 就是 我希望明年今天 有機會可以 達到 1萬台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因為我在計程車 這個行業大概 兩三年 我大概知道 其實計程車的生態是很木灑的啊 然後 就是其實已經有 就是 已經有很多 車隊在 就是 運行 像第一名呢 是台灣大車隊 然後呢 差不多有 1萬多台計程車 然後第二名是 大部分 差不多有 五、六千台 對 然後 那我知道是 人家生態就是 黃冠啊 那些車隊 然後黃冠差不多 800台 就是 不過就是說 還有另外一個 很有趣的統計分析啊 就是 全台灣有 800台計程車 然後 有六萬台 集中在台北、新北市 然後呢 有 三萬台 計程車其他 都是沒有加入車隊的 因為他們都想被 車隊縮起 比較多 我們可以透過 就是 我們的這個 計畫呢 可以讓他們 就是司機呢 可以有效的 進行自己的客權 然後甚至說 未來是 因為我 我一直覺得 計程車司機呢 他們在 就是在路上 空轉 其實是 非常的 嗯 綁目在那邊 空轉 然後其實非常的 耗就是 有 就是耗空氣污染 然後就是耗 耗油耗電之類的 那我希望說 可以透過 就是自動化派遣 然後減少 就是 司機就是很 盲目在路上 取找 對 然後 那第二個計畫 是 我想要做一個 就是 smart car 那 smart car 就是我們已經有發表了 就是兩篇 論文研究 然後也是在 H1上面 就是 今年剛發表了 然後我們也做了一些 相對應的一些研究 然後我們也把這個 嗯 project放在機場上 然後大家如果有進去 可以下載這樣 那 就是 這是我今年的計畫 我想要就是做一個 就是智慧的 自動補助駕駛 然後 就是在計程車上面 對 然後用一個很便宜的方式 對 那就是說可以 可以就是 通過這個計程車 補助駕駛呢 然後可以減少計程車的 就是 嗯 就是不要讓他們 就是這麼的 就是要這麼的緊張 因為就是我常 因為我認識很多事情 我都問他們說 欸你們 就是每天 就是 在路上找 人的心情是很開放的 人還是 就是很憂鬱的 然後我覺得 得到的答案是 答案其他事 大部分的事情 都覺得 他們是很憂鬱的 然後他們覺得 他們要在十幾個小時 然後 彎站一個 就是很密密的空間 然後他們覺得 就是 而且是要很高度專注 然後對他們講 其實 是很大的壓力 對 那我希望說 我希望說 我做了一個 自動補助駕駛呢 可以 就是 可以減少 就是 司機的 就是 不用讓他們 就是 嗯 超過十分鐘 然後可以切換 讓司機可以 就是 就是 可以透過這個 我的系統 可以 讓他們就是 增加安全性 然後也可以 增加這個 這個駕駛的 智慧化 這樣子 這是我今年的目標 也是我目前正在實驗進行的 那最後呢 是我想說來這邊呢 就是 給各位創業者 我想說 給各位創業者 怎麼樣的建議跟建議 因為 雖然我在學校 然後 然後 所以就是 就是做一些整理 所以給各位怎麼樣的建議跟建議 那這也是我很喜歡看那個 大陸的劇 然後這個是 大家知道是什麼大陸劇嗎 有知道的劇嗎 有知道的劇嗎 我妹娘 對 有看這劇的 呵呵 那這個是誰知道嗎 魏征 就是魏征 就是 那個 就是 唐太宗有名言 他就說 那個 以食為盡 可以吃 心底 然後 以童為盡 可以正義官 然後以人為盡 可以明德師 然後他說 這個人就是魏神 就是給大家聽什麼 建議 第一個建議就是 就是 第一個要去 高度的康夷夕 這個是 那個 中國史上第一個 女皇帝 就是吳哲殿 那 你看 就是說 吳哲殿她要當皇帝 其實 她不是生效 她就是皇帝 你看她要經過什麼樣的過程 第一個就是 她要先跟那個 唐太宗才聯合她 對不對 然後 差不多十幾歲的時候 十五六歲的時候 就要跟唐太宗才聯合她 然後唐太宗死了之後 你知道 下面她還要 就是去 趕夜市出家 對 然後出家之後 她跟唐太宗為止 她要公共結婚 然後今天還要經過 小太監的虐待她 然後她才能 當皇帝 所以就是 她如果沒有很高度的康夕 她不能有這幫忙的成就 所以就是創業非常辛苦 你不要有高度的康夕 這樣 那就是這個例子呢 就是 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國庫奔墓橋跟那個 揪的有什麼關係 就是 她的關鍵就是說 國庫失敗了十次才成功 然後奔墓橋失敗我十一次 然後終於失敗了三十次 三百次 這就是要高度的康夕 那第二就是說 要學會 面對挫折 然後正面思考 對 那不知道有沒有想說 就是還一定要給我 test 就是 雖然 我們沒有失敗 我只是找不到100個錯誤上市的方法 那 就是 就是要正面思考 我覺得蠻重要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 要找到自己的優勢 然後創造自己最高的價值 那這個例子是什麼呢 這個 這個這個例子就是說 呃 像 他說說 for real selection 就是 就是公平起見 就是 everybody has to take the same set 然後就是叫我們去爬樹 那可以知道 猴子 不用你就知道猴子一定是第一名 然後 大象 一定是 就是 就是 這只會中速嘛 對不對 然後 魚當然不會 我們一直會游泳嘛 然後 所以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說 嗯 每個人其實資源都有限 就是 就是 每個人其實都是有限的資源 不會覺得說 其實 就算 嗯 Facebook這麼大的公司 他有很大的理由跟挑戰 然後 對 然後 像我 前年好 我去Facebook 然後 就是 嗯 在那個路口上 Facebook就是一個村落 那就是 如果去西國的時候 很喜歡去Facebook 因為很多好朋友在那邊 然後可以去那邊吃午餐 然後 就是那邊就是感覺就是 對 然後 就是 嗯 進入入口之後 他就有一個很大的床 那就是一個站 然後呢 然後背面 他就是一個那個 背面他就是一個 Site 就是Site 就是發米Java那個公司 然後 他們就是 我就跟裡面工程師討論吧 然後裡面工程師就說 欸 為什麼 就是他們就說 其實Facebook 又不是沒有錢 為什麼不把 就是因為Facebook 也把上這個公司買下來 就是把他在外地買下來 就是 然後他們就說 為什麼 他們就是背後 為什麼要 就是不把背後那個上公司 扶掉 因為他們就說 給他們自己的訊息就是說 就是 嗯 然後我們反車就變成了 跟上一樣這樣子 就是被扳過 對 然後就是說 Site 要找到自己的優勢 然後創造自己的最高價值 像 就是 這個是 英國打人秀 就是 就是Law Parts 他雖然長得很醜 可是就是 就是他有明確的目標 然後有 就是感興趣的是 就是他喜歡唱歌 然後他有天分 然後是持續不太努力 然後就參加打人秀一次 就一致於金人這樣 所以就是說 嗯 當天空自由的論文說 寫說 就是找到你真正的力量所在 就是你的熱心在哪邊 然後 然後你的態度就是 你的態度就是 就是可以 是非常重要 然後也就是說 找到機會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其實 不用擔心沒有機會 因為我觀察就是 我觀察 因為我快 我差不多 快40歲了 然後就觀察說 其實蠻多成功的人呢 他們不是真的就是 成功 是他們很 很敢勇於面對挑戰 然後很敢 勇於去 創造機會 對 那我會唱歌 我會講說就是說 有能力的人呢 就是 就像沒有舞台 你自己也會創造一個舞台 然後自己站上去 那這個 這個 你如果有這個 就是這個態度 就會成功這樣子 對 然後這就是說 就是要自己從平凡到平凡 就是需要 游泳小人的策略嗎 就是說就是 應該如果是興趣而已 可能 就是 三個小時 就是要十年才會成功 那如果你 對這個東西非常熱情 你把它當成一個 職業好 那 你每天只要 你每天工作 八個小時 那現在是第一英雄嘛 所以 差不多五年就可以 就可以變成一個專家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說 想辦法讓自己快速成長 就是 其實有壓力是好事 對 就是說 公司可能會有資金的壓力 或是 或是說 永遠都是有 就是每個其實 資源都會有限的 然後 就是想辦法讓自己有壓力 就是有40的壓力 讓自己快速成長 那 一個例子就是說 像 小洞苗 然後就是落到 通過小洞苗 就是這樣 就是有壓力 然後這個小洞苗 可以 就是 可以 長得更快這樣子 那大部分 就是 蓋得太急 然後讓 就是 就是 它就會自喜嘛 你知道 然後就是 第五個就是 跟各位 分享就是 要有國際觀 然後探索世界 戰場自秀的 那我每年都會 帶學生出國 像我們有去Facebook Skype 然後Microsoft的 就是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嗯 就 紐西蘭 澳洲 西班牙 對 日本 那就是 俄羅斯 就是 對 然後 我覺得 然後這個 這個 大家猜一下 這個 有什麼關聯性 左邊 大家知道左邊是什麼嗎 就是左邊是那個 那個 就是 半田圈 對 半田圈 那右邊是什麼 就是 右邊是那個 火星號 就是 那個 火星然後 那個號型號在 火星上面的滾擊 然後我應該就是 左邊就是 那 那 萬七天照 地球幹什麼好事 那右邊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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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在 我經常做什麼好事 那 那 我們什麼起發呢 就是 邀門 美學萬天 你說做什麼事情 就是 要做 要做 像做 App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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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 這個也非常重要 對 那 至於這個 賣錢圈 就是 怎麼畫出來呢 等一下問一下 關鍵詞跟 對 對 對 他又告訴你 那 這個也就是說 你看 就是為什麼 蘋果為什麼會成功 原因是什麼 就是 就是 第一個就是 因為我發現就是 蘋果呢 就是很多年 三六小孩他們都會用 小孩他們都會用 那 其實他們有些 或就是 科技然後 還有工藝研學 跟人技工材 人技界面 然後 然後 那 我舉個簡單 就是說 像解鎖好了 他們就有少三個 另一個 另一個 另一個是 箭頭 就是 當然是箭頭知道說 可能你要有左網友 那如果你還不知道呢 就是 這邊有文字說 就是如果你要解鎖 就是 對 然後還有 網問啊 就是 解鎖 所以一開始的 就是 Apple的 就是解鎖 你看他幫解鎖 他就給那麼多另一個 你不用 幫他控告的那個 教學書 對 就是解鎖的功能 對 然後就是 要配合 指紋 跟聲紋 對 然後 再來就是 洗銷包裝很重要 那 因為我做那個LAP的關係 我發現說 就是 呃 就是 我有 就是 就是 我大概 就是 有 應該是可以開一個 網路洗銷 可是 有非常多的 想法可以跟各位分享 這樣子 對 然後 就是 像我常常跟我學生講說 呃 就是 假設說 有電影們要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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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S 就是賣iPad 好了 然後呢 然後怎麼去賣呢 就是說 就是說 一開始呢 你看蘋果然就是說 我把一些首歌 充在油袋 你看 我們一開始在 就是 聽那個 CD輪延的時候 就會 就發現說 一首歌呢 差不多是 呃 十首歌 差不多一張CD嘛 一千首歌要這麼高 你看 把那麼高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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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高的 可以從來 然後呢 你不用去講 那些規格 對 那因為時間關係呢 我就 先分享到這邊好 那有機會跟各位分享 OK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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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關於我們開放 三個問題 那有沒有人 對於老師的演講 跟我們分享 有幾樣的問題 想要跟我們 share一下 沒有嗎 哈哈 然後三個 請問老師 你在國外的時候 有沒有用過 這種類似的app 去真的使用 什麼的 有些說 你說的是什麼app 就是工程的一個部分 嗯 專業 一個事業 不是 只是說 嗯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情節 就是 我跟你分享的是 我去大陸 大家就是用 給你打車 或者是用 就是Uber吧 然後甚至 我去那個 俄羅斯其實 我去俄羅斯也是用Uber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真的發現 去俄羅斯你不得不用Uber 因為就是 因為這個俄羅斯呢 就是 又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我差不多 五年前去俄羅斯 然後我 兩年前去俄羅斯的時候 就是 因為俄羅斯 就是壁直觀 就是狂價 以前是會去跟他比斯 一比一 然後現在變成一比零 對 然後會造成什麼原因 就是說 就是他們 俄羅斯人覺得自己很貧窮 然後就開始 放風打落架 然後生氣的時候 好像 我就是 我從那個 就是 就是 我從那個 火車站到我班店 然後我就 問的是排氣的車 每個都說要 八百 八百那個 就是八百的俄羅斯幣 這樣 然後呢 然後 然後 後來就是 後來就是 我就用 Uber 我發現只要 超級八百的俄羅斯 那是很大的驚訝 可是 我覺得 台灣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台灣 就是 台灣的司機 比俄羅斯司機老實多了 他來講就是這樣子 就是 台灣不會亂打架 然後亂打架 因為台灣就是 就是 我覺得是國際 就是國際 不一樣 對 對 那 不可能會原來是 我覺得 Uber 就是 蠻好用的 然後 然後他有很多大成功的地方 然後 可是就是說 就是 可是我覺得 Uber的技術沒有很難 就是 Uber其實 他強制在他的技術 他強制在商業的輪式 他實在國際其實 也是很簡單 用兩招 第一招就是 第一招就是 我給你免費 兩百塊的台幣 或甚至是 十塊 十塊美金 十五塊美金 然後讓你 就是你為了那個 兩百塊台幣 或是十五塊美金 你就會下閃 對不對 不過他就有下閃 然後第二招是什麼 就是 因為 他的那個 就是 乘車的那個 是 他自己 就是應該是說 乘車 就是 車是他自己定 他不是跟國家 好在一起 所以他一定說 比 當地的市場 第八成 然後他的服務又好 然後 當然請客留價 那他用這兩招 其實 就是 任何這個商業 就很成功 那 那為什麼 就是 那為什麼 原來沒辦法複製呢 那第一招就是 你光 就是用這種商業複製 你可能要 在台灣你可能要 燒個好幾億成 十幾億 對吧 就是如果有十幾億 你能不能去 進這個東西 因為 美國有一個很好複製的市場 美國大陸 台灣沒有 就是 這個是台灣的某些地方的問題 就是這樣 對 不要回家複製的問題 OK 謝謝 第二個是 想指教老師嗎 就是 這個 下載這個APP 有對司機收費嗎 對它有什麼 約束力嗎 我們 其實我 一開始有台灣收費 因為我是在學校長 我想要做的是 就是 嗯 可以 我想要做一個不一樣的事情 這樣 我想要做的是 嗯 就是 創造一個 對司機很友善的平台 然後 就是 因為其實 就是現在的車隊 外面的車隊 對司機的收費這樣 就是說 它介紹的統統 差不多是十塊錢 對啊 然後 其實在我們的系統上面 每天 如果它要收回來 每天可以收幾千塊 就是 就是 我希望有更高的局去做不一樣的事情 對啊 甚至 我希望還是在 計程車上面 可以裝 就是可以設計很多 就是 嗯 自動化的補助的 的一些設計 然後可以幫助台灣產業升級 然後甚至呢 我希望是 可以把我的技術能 到音樂 跟各大社會的去 那這才是 就是不要破壞陸型的生態 那 那 這個才是我的最多公司 這樣子 所以 老師這個 並不想去 期待 學生隊 嗯 嗯 應該說 我不期待跟司機收費 啦 我不跟其他 我不期待 我不能 就是 一般的收費 我想要做 就是 不一樣的事情 這樣 嗯 因為在我的經濟當中 其實 計程車司機 不加務 測對 一個人的很大 一個人的運作 是他成本的 好 當然 有一個少數計程是 把計程車司機 這個 他就當作一個 呃 他太保險 猜的那個應當別論 但是假如說 他是當作 他的主要收入 來源的這個工作的話 其實 他是很介意 測對 對他的收入 因為那是真的 他還有一些 那假如說 老師 這個想法 呃 是 這麼講好了 應該算是 比較公益的一個 取向 那 是不是應該要 阻力 在於 繼承車司機 加入的 這個信念 對不對 因為 對他來講的話 就是這樣 是不是看起來 他就不需要 負擔成本 那對於 他的 衝車率 就是在於 負擔後 其實是 這樣才才應該是 什麼事 就是 應該是說 因為我在學校單位 就是說 其實 講得浪花一點 就是 我就算都不跟自己做會好 其實 我也不會餓死 對吧 那我想要做的是 就是 跟一般外面商業 是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 我想要做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 現在 在學徒旋 大家都 就是不想要只是單純寫論 我想要做一些實作的東西 然後我想要 就是 有這個就是 有一個系統 其實真的 有影響這些東西 然後這才是我最重要的 目標 這樣 然後甚至 就是 不是跟車隊 就是去搶聲 我想要做的是 可以 就是做一個示範性的一個 然後 然後 去幫助台灣的計程車產業升級 那這才是我最重要的目標的 我真的想好了 就是說 這樣看起來 這樣可能公益起家的東西是 非常的好不好 那 其實 它應該有很大的貢獻 我相信想我們找不到 不過不好意思 就是說 根據我過去的工作期間 我認為有很多的切入點 可以把這件事情 就是說 讓它更多計劃 因為 事實上 它是目標期間 其實對司機來說 他們的 過益來講是很大的 不過 我另外擔心的是說 因為 也沒有收費 對不對 對這件事其實 也沒有什麼 接觸 我這樣看不可以嗎 應該是說 對司機的約束力就是這樣 其實 建設司機跟其他行業不太一樣 因為 就是你會想去開建設 就是 你自己想到 不想被別人管 對 那我們系統呢 其實就是有一個很完整的評價機制 然後去評價司機 讓司機呢 就是 就是透過程樂評價 就是很開放性的領帶 讓那個司機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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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 就是我發現說 這樣 其實比 車隊就是 比車隊他去 就是 限制 你要穿制服 然後你要怎麼 模擬其他 因為你在 就是其實就跟圓貓其他 你當 你當圓貓的時候 你會可以有一定一休 可是 你當老闆的時候 你反而不喜歡 一定一休 我可能不能就是這個方向 我只能講 就是說 你這個平台上來之後 在一般政府的認識裡面 假如說 我搭了這個 用了這個ATG矯正之後 所收到的交易 我有不滿意的話 我會認識你這個平台的問題 還是 還是 我這個程度就會認識說 那是認識機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平台有收到 相關的抱怨嗎 而這個抱怨他認識 平台應該要保證嗎 當然 他可以這樣認識 就是 應該說一開始 我非常認同的想法 就是說 一開始就是 就是 乘客可能會覺得是 實際的問題 可是 就我們目前 我們在後台公開的資料 就是 因為我們要有完整的評價機制 然後 就是說 乘客如果有什麼 就是 就是可能 覺得資機就是 補補好什麼 那 反而是 就是 他們會去 覺得這是實際的問題 然後甚至 我發現 就算他給實際科系 然後 甚至他對這個實際不一樣 他還是會繼續 使用我們的平台 對 但我覺得是 我觀察有到目前的想法 所以 就是說 會抱怨的這個 並不會認為 這個平台要負責 對 不會 當然不會 就是目前的局 目前的觀察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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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那假如講事情 假如說 問題現在量沒有那麼大 假如將來有人 他 他提出這樣的指令 然後說他的不滿 他這個 我就是透過德底涵教育的 所以 他勞勞 然後會問說 前後 我覺得 你的平台 應該給我 一個 發給我的功能 那 老師有想過 這樣的情報化 這個車廂什麼處理 這樣 基本上 是 我們 我們不是一個車隊 我們是一個 就是一個開放式的平台 那 如果 譬如說 就是 就是 目前 就是只能給乘客 就是 就是乘客 怎麼給司機不好 提交 目前就只能這樣子而已 那 就是 我們系統的責任是 其實我們 就是 乘客跟司機 他們在下載APP的時候 我們就有 就是 就有調碗 已經寫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只單純做煤盒 對 我們就是 就是說如果 中間發生車禍 或什麼樣子 其實 就是我們有名車 調碗跟我們有關的事 就是我們已經第一次很清楚了 我們在合約上面都一定很清楚 你真的同意你在使用這樣 對 那 剛剛 是不是這邊 每一位 我還要發問 不好意思 很快 就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剛剛講到說 所以想出負貝的版本 那像是 看那個辦法是怎麼樣 好 謝謝 我們說負貝版本 對 OK 就是我們平台有個負貝版本 那 就是說這個負貝版本 就是最主要就是說 其實功能 就是 功能呢 最主要是 大家使用者的期待 因為大家 就是 就是跟 Apple 我講就是說 大家覺得免費的 就是 就是 就是不 care 所以我們就是 而且就是大家 我們後來的討計說 大家就是 下載的時候會刪除 然後可是我們發現 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當你就是 用一個很高的收費號 然後 就是有人會下載 然後 我們發現現場預防 我們可能低這樣子 對 這是我們現場 所以我們 我們才去做這件事情 對 才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 不會 啊 因為 你護了 就是你護了 就是你護了 有這句話 下載你會 下載 他現在還在嗎 呃 應該還是啊 所以功能完全一樣 只是一個 呃 我也有想部分 就是 就是 當然想部分不一樣 對 就是 可是說主要功能是沒什麼差別的 都可以降車之類的 然後 謝謝老師 OK 好 再見 謝謝 謝謝